有一个退休的国中老师 过去曾经为人师表多年 退了休之后竟然开始偷东西了 最近天气不是热吗 他跑到一家水果行 连续偷了香蕉跟西瓜 水果行发现说 水果怎么变少了 本来是还要把监视器的 这个画面给调出来看了 没想到呢 这个退休的国中老师 前天又再度下手 当场被带 这名男子鬼鬼祟祟 在水果行里来来回回 走了好几趟 当时店内生意特别好 老板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举动 直到他弯腰抱起了一颗大西瓜 直接走出店外 才被店员发现 这位水果大道的行径 类似就拿了就出去了 然后行为好像已经买过了 但是其实逃不过我们所有人发言 水果大道坦诚偷窃的行为 当场被一线刑犯 逮进了派出所 老板事后才发现 水果大道竟然是一位 退休的国中老师 而且他偷窃的行为 已经不止一次了 每天就把他叫住 就可以制服了 对对 而且刚好我们是民派出所的 还有在前面站岗 曾经为了施表的 退休后竟然当起了窃贼 水果行老板为了赶化他 还特地请这位水果大道 要到育幼院捐款 而且必须拿着捐款收据来道歉 老板表示 最近天气很热 西瓜热卖 但也发现有短少的情况 才正要调阅监视机查个清楚 没想到水果大道现行 再次行窃 当场被逮 真相大白 中文新闻陈广瑞 陈立如台中报道